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等一下訪問這些經紀人 他們會說出來 他們為什麼不想 跟你們合作的原因 那像... 那跟營收收入有沒有關係 有的人會提到這件事情 都有... 所以... 跟手機有關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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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關係... 李宗盛 你覺得經紀人投票當中 你會排在哪一帶 應該在中間 因為我覺得我... 我工作跟我的生活 都會要求蠻多的 所以你覺得當你的經紀人 未必會高興 因為你就是常常不願意投入工作 不是不願意投入 就是我... 我有工作我會投入 可是我也會限制我的時間 比如說我會說 四點以後 我要親身去接小孩 所以我不工作 那比如說 六點到... 五點到八點 五點到七點 因為我在家裡 我要煮飯 我要照顧小孩 不要打擾我 我就不會接電話 我八點以後才會接電話 這要能工作的時間很短耶 對 除非那是... 大部分是通告 那如果當然你說活動 或是廣告 我們都會配合的 正在跟你合作的經紀人 會投給你嗎 應該會吧 跟他在一起這麼久 應該會吧 他不會投給別人對不對 他會投... 應該不會吧 最近... 最近我們工作量還蠻多的 如果沒有投給你 你回去會跟他發脾氣嗎 我不會啊 可是你在這邊 你在剛才十個人戶頭當中是冠軍 你覺得五十個經紀人 投的時候你不會是冠軍了 我覺得我不應該是冠軍 因為我覺得就是社交的部分 我就是算是比較很free的 那工作我會要求 我知道我會要求的 康熙研究中心 在本次的研究主題裡面 我們網羅了各大明星藝人朋友們的經紀人 請他們來投票 到底誰是經紀人眼中 最難相處的藝人朋友們 趕快回到現場看看吧 五十位經紀人的意見當中 最願意合作的藝人 我們看一下第五名 好 從中間來看 我們看一下第五名是誰 請看 大家好 我們看一下投給李永賢的 正面的票跟負面的票 李永賢 因為我覺得他在螢幕上面 看起來是很陽光的 所以應該工作上很好溝通 永賢 因為永賢其實只要是先跟他 溝通好所有的工作內容 其實他是一個配合度 非常非常高的藝人 行上服務錯的永賢 到底有誰投版旅票呢 永賢吧 因為我的英文真的不是很好畫 沒辦法跟他溝通 永賢 因為我覺得他英文非常強 然後我深怕他跟我講英文 會聽不懂 就是怕這發音而已 你中文真的那麼不好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中文有不好 我助理不在 可是你的經紀人 有需要用英文跟你溝通嗎 沒有 我們都是用中文啊 全中文啊 可是可能有時候 有一些專有名詞要解釋 也不一定 可能 maybe話題 他們跟我講什麼話題 然後我是有點聽不懂 他要講白話一點的話 OK 就可能不能傳簡訊給你嗎 因為你看不懂中文 我可以 我iPhone都可以 我現在可以打中文字耶 真的耶 好厲害喔 真的 蔣偉文 你是不是也覺得你自己在中間 藝人啊 我覺得如果經紀人看我的話 應該會排比較前面 因為我... 其實我本來私底下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 都是很好相處的 那可能藝人覺得我在中間 或怎麼樣 可是你賺的錢會夠多嗎 我覺得也不差 我覺得在他們眼裡 應該也不會太差 也是可以Marketable 也可以行銷的一個產品 真的嗎 你的行銷點是什麼 形象很不錯啊 然後很愛家 然後可以做菜啊 還是做菜啊 對啊 你除了做菜還有什麼 他現在要當爸爸了 沒有一個點就好了嘛 對 趙哥 蔣偉文跟安君燦 這兩個人比起來 哪一個人的行銷的點比較多 那肯定是蔣偉文 好帶啊 叫他幹嘛還去幹嘛 OK 安君燦不是不好帶 安君燦他的可能路數 有專注在別的地方 哪裡 譬如說戲劇啊 還是什麼的 那一塊之後 直接酒精本身 好爸爸跟好媽媽的藝人 都很好推 可以接很多那種嬰兒 或者是生活的產品 這句話是對羅妹妹講的嗎 那那個劉穎欣就是說 她已經準備好要嫁人了 對 我剛剛跟羅傑講 然後羅傑大罵 我就說 妳以為妳嫁的 妳準備好了就嫁出去了嗎 我也準備好很久啊 因為妳嫁出去 還要婚姻維持得夠求 才會接到這種形象的產品 應該是可以啊 我之後對工作 會有一些細節會要求 妳竟然講得重 其他都OK 看節目很多藝人 婚姻沒有維持很久 我很開心 沒有 她常常會要求這一類的啦 不能婚姻出狀況 所以羅妹妹 妳在家裡看到那麼多媽媽們 在代言的時候 妳心裡面有點介意說 妳看都... 這一類代言都找不到妳 不會耶 我覺得拍廣告是有很大的責任的 就是妳代言這個產品 妳自己本身要很棒 才能夠去代言這個產品 要誰適合才去找誰 對 李永賢要跟妳講一件事 什麼 她說她代言的時候 都會先試用兩個月 對 妳有曾經因為廠商 不給妳那個東西使用 結果妳推掉那個廣告不解的 我會 我會推掉 特別是如果是用吃的 我不可能 我們公司都知道 差的我最少要用一下下 那吃的我一定要先吃 我一定要自己先體驗一下 可是趙哥這樣子 就推掉一筆錢耶 可能廠商倒的時候 她都還沒試完 平常都倒了她還在吃完 沒有 我想說 妳要用我的臉 我的形象去推這個產品的話 我也要負責任 如果這個代言的酬勞是100萬 然後經紀人可以因此得到20萬的話 結果就因為李永賢不願意試用 這個經紀人就失去20萬的收入了 沒有錯 可是話又講回來 如果這個產品是有問題的話 她這個藝人以後的所有的價值都沒有 都沒有 對 所以不要去在乎那100萬 這個是1000萬也是一樣 我們其實之前就有一個 還滿大筆錢的 然後其實因為它是新的公司 那新的產品我真的不敢去碰 是吃的是不是 吃的 所以我就說 我公司一直要推 可是我就說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 我覺得太危險 安君燦是不是認為 他這一次名次中得高一點 因為他可以發展的地方 還滿多的耶 安君燦 妳想在第幾名 算了 我真的現在已經心寒了 我已經心寒了 不會 因為前面的啦 前五名好了 前五名嗎 就是第四名啊 殷晴想在第幾名 後面吧 不是 中間啦 中間應該有吧 對不對 應該有了 我不確定耶 其他經紀人對妳的印象 妳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我一直都維持 跟同一個經紀公司合作 所以我很少跟其他經紀公司合作 所以我不能了解說 他們對的評價是什麼樣子 好 既然那個安君燦 想要待在中間的話 先看一下中間的好不好 來 我們看看 50位經紀人當中 最想待的藝人第六名 好 請看第六名 誰 是誰 加油 加油 可以... 這也算安全了... 而且妳... 妳的票有一點特別就是 給妳正面票的那個經紀人 給妳負面票的那個經紀人 在演藝圈都還算是帶 有分量的藝人 真的嗎 妳在正面票得票四票 負面票也得票四票 好 我們在正面跟負面各幫妳找了一個代表出來 好 我們來看看她得到的是誰的票 紅白蓉 因為我覺得她是最漂亮的人 有哪些經紀人投給他們紅白蓉反對票呢 紅白蓉 白蓉姐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在人妻界裡面 現在最有名 最紅的 最美麗的只有一位 就是小S 小S已經把所有的產品都代言完了 那紅白蓉妳要代言什麼 年妻界的代言被小S壟斷這件事情 這個是事情啊 是真的嗎 是啊 就是因為小S她本來就是藝人 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因為先生才出來的 所以那個本來就是... 就本來地位就不一樣啊 OK 所以呢 白蓉在第六名的話 中間只剩下第四名囉 暗君夏得帶在第四才行 應該有吧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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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有啦 有沒有 你不要再抓那個死臉好不好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灰心啊 灰心什麼 如果你沒有第四 說不定你在前三啊 我自己有知識之明 沒有那個機會在前三 你現在已經開始有在接線 你不覺得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嗎 沒有了 每次來上康熙碗 我都覺得變好黑啊 好... 那我們要祝福安君燦在第四囉 好 五十位經紀人 最願意合作藝人當中的第四名 會不會是安君燦呢 我們看一下第四名 好 到底第四名是誰 請看 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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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是不是比你想得低啊 不會啊 不會啊 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我來...對我來講排名 我就是來領酬勞的 來賺錢的 然後來開開心心的 所以排在第幾名 真的不是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你一定要有前三名啊 你那麼好帶耶 前三名啊 可是我現在比較有多的外務事業 譬如說我想為寶島做一點事情啊這樣 而且他現在不要經紀人表示說 經紀人能夠為他做的事不多 安君燦覺得自己現在 有可能進前三嗎 你已經確定自己在後面了嗎 算了我不想這樣 算了 趙正平 反向思考 顏力情 辛辣體溫 說實在 進前三名應該都是小咖 好 真的嗎 真的嗎 便宜嘛 好 7、8、9、10 差不多 好... 張丁 張丁 有問題 那如果這個邏輯你是第一名 你會去自殺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幹嘛要去自殺 我玩得有點硬啊 趙哥很想要在後面的耶 真的嗎 我以為你第一名啊 因為我們先這樣認真的祝福 趙哥得到最後一名 不用 我七、八、九、十 少用一個個命 在上一段 咱們開演出來分別是 第五跟第六名的 李用賢跟蒙百如 剩下的包圍來賓 排名又是如何 趕快看下去 不過我在這邊我還要想一句 在演藝圈裡面喔 做人比做事還要更重要 真的嗎 真的 所以你說被人家歸類難相處 是很傷的一件事嗎 是有一點傷 就是表示你很不會做人 妳現在是在講安君燦嗎 沒有啊 我沒有講他呀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 屬於不會在那麼後面的人 可是說實在 近前三名應該都是小咖啊 真的 真的嗎 我太... 我太... 便宜嘛 好對 我七、八、九、十 差不多 趙哥...問問題 那如果這個邏輯 你是第一名 你會去自殺嗎 等一下 我幹嘛要去自殺 我玩得有點硬 趙哥很想要在後面對不對 趙哥萬一你第一名呢 表示你是個咖 對不對 出門 像我們出門要坐商務艙 要住五星級酒店 要有保姆車 像我們這樣子那麼難搞的 又不吃便當的 你肯定是排後面 前面那麼難搞的 我眼中好帶的 就是經紀人眼中好帶 就是第一個 這藝人好配合 給便當就吃便當 給麵包就吃麵包 給開水就開水 也不會要求說要喝啊什麼 也只吃 沒思想 什麼節目都上 就是 所以我們正要認真 祝福趙哥得到最後一名 真的耶 不用 我七、八、九十 其中一個就沒有 沒有 一、二、三 一、二、三就有點丟人了 我看你會被如願以償喔 五十位經紀人當中呢 願意跟洛梅合作的有七位 然後不想跟她合作有五位 所以她的中間差是兩票喔 那我也很驚訝 竟然有經紀人敢公然錄影說 不想帶來 她不想帶來 這句話這不就是拿緊 拿緊 好喔 我們播一下羅美妹得到的跳吧 跳一下 羅姐 羅姐 因為羅姐個性那麼阿沙利 應該跟她說什麼她就OK這樣 羅姐 因為羅姐講話很直接 我覺得跟她工作是一個速度快很準 所以應該最想要帶的是羅黑營羅姐 到底有誰敢對咱們演藝圈的前輩羅姐 投這反對標呢 羅姐 因為我覺得我對名牌沒有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很怕我會把她的 山財醫生的衣服給燙皮了 是羅妹妹 為什麼呢 因為她幾乎都不在台灣 那我豈不餓死啦 我怎麼賺錢呢 所以剛剛那個是誰啊 那個頭子搞得像一個包子一樣 那個人是誰啊 你說山財醫生那位 對... 那是胡小貞的 小貞的經紀人啊 記下來 笑...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帶誰的 包偉銘的 你包偉銘還比一天到晚不在台灣 對 有一心你有準備好了 這次還是最後一名嗎 好快喔 趙哥剛才有幫你鋪路啦 最後一名不是... 最後一名最大咖 最大咖 劉一新 五十個經紀人投票結果 如果你依然是第十名 也就是最後一名的話 你不會給我哭吧 我不會哭 因為我真的知道我很難帶 然後我覺得我跟我經紀人 我們合作五年了吧 他是應該是所有人 你比我媽媽還要了解 講好不會哭喔 不會 好 你說的喔 是你說的喔 五十位經紀人覺得 最想合作跟最不想合作的藝人 排得越後面就表示問題越多 小燕姐 我們看一下第八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八名 這滿後面的囉 請看 恭喜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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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講好不哭耶 哭什麼 不會哭... 所以還是有人想對他嗎 他的票其實還滿... 你正面的票跟負面票 只差了五票而已啦 可是負面票還不少 只是有人比你負面票更多 所以雖然你不哭 可是可能有別人得哭 彈登燦不會在最後一名吧 不會 應該不會 所以你看 不要常常離開台灣 第三... 第三有可能 彈登燦願意在最後一名嗎 會啊 你就... 你就委屈一下啦 這是男生啦 你當啦 如果今天你是最後一名 你真的會很難受嗎 他會的 不少耶 我就... 就躲...躲掉... 就不要再這樣說 所以顏麗婷應該在最後一名吧 我覺得應該是我爸 因為劉怡婷已經出來了 所以... 你還有殷琦啊 我覺得殷琦不會 因為他其實... 就是很...很正啊 隨便一個活動都很好推啊 OK 我覺得一定是我 而且應該一堆人都會說 他誰啊 就這一類 好 我們看一下劉怡婷所得的票 劉怡婷 怡婷進 劉怡婷 為什麼呢 因為身材太好 我怕我沒辦法專心帶他 是劉怡婷 因為有一次我上節目看到他 跟他的助理的一些規則 大概有一百多條吧 可是因為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可能記不住這麼多東西 劉怡婷 因為聽說傳聞劉怡婷就是 買個水果都非常的挑剔 可是本人我對水果 一點概念都沒有 假如我就水果買得不好 我應該會這樣被他敗掉吧 對 所以我覺得不好 應該是劉怡婷 還好耶 水果這件事我真的解釋了一百遍 對 就是我固定水果 大家只要過去拿水果就好了 水果他的老闆會知道我吃什麼 那真的有一百多條嗎 真助理的條件 沒有 我做的就是所有的工作 就是三個就是我通告一結束 就是拖鞋 水跟外套 其他就沒事 吃東西這件事情 大家習慣各不相同 對 聖大哥好像一定要吃辣椒對不對 吃飯要有辣椒 那如果你來工作的時候 現場沒有辣椒呢 便當我就不吃了嘛 所以... 大卡... 所以會怪在... 你有助理嗎 沒有 都沒有 你自己來 我自己來 那你自己去拿便當嗎 問我要不要吃便當 我一看沒辣椒 我說不吃 那... 我是有助理的 可是我錄影的時候不帶助理 那他去幹嘛了 他在家睡覺啊 因為我覺得錄影 開車帶我們來去停車 然後站在這邊等我們要錄完 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 對 他們沒事做 他們沒事做 真的很可憐 一個月領三萬塊的助理費 你要叫他做多少事情啊 是 對不對 就是該做的時候 譬如大場合的話 譬如沒有人幫你顧包包這種時候 我希望助理可以出現 可是像聖大哥這樣 就等於來上節目自己要拿衣服耶 我們也是自己 穿懷衣服過來的 你就穿這樣來 對... 其實我們現場有幾位 已經準備好在比較後面的名次了 顏麗婷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然後... 殷琦有準備好吧 應該可以 然後趙正平很願意待在後面 對 我看我應該第九或第七啦 應該不至於排到第十啦 沒那麼糟 然後安君燦 應該認命的願意在後面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們晚上現在有一段音樂 你現在氣色很差耶 我剛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滿榮光化的話 真的耶 怎麼會錄影錄到 你漸漸的臉都灰掉啊 你幹嘛那麼在乎這些啊 我不知道 我就很滿看重今天 我就希望我可以很好相處 因為你常不在台灣啊 所以可能... 就是因為我不在 然後大家應該耳聞我就是... 安君燦 我幫你加油啦 我希望第三名是你好不好 來... 對 加油 50位經紀人所選的 最願意合作的 前三名中間的第三名是誰呢 請看第三名 面容逐漸四射的安君燦 可以獲得好相處第三名的書籠嗎 嚴厲婷來勢洶洶 跟安君燦 立刻打第一堂鼓 投給你正面票只有七個 喔 投給你負面票只有兩位 所以... 哇 這太有助性喔 覺得講話質還是有好處 對 所以趙哥的邏輯是認為說 可能他可塑性比較多 你聽啦 他最少外型還漂漂亮亮的 雖然只是一個樣子 但大家看得出來 那也是裝的 他其實實際上沒那麼兇啊 是 等一下不好意思喔 你剛才講 我覺得第一二二秒 你剛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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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康熙的研究中心 我們網羅的各大經紀人 來對於現場的來賓投下的實質離挑 到底誰會獲得好相處的頭銜 誰又是難搞呢 趕快回到現場 看君燦 我幫你加油啦 我希望第三名是你好不好 對 加油 50位經紀人所選的 最願意合作的 前三名中間的第三名 第三名是誰呢 請看第三名 謝謝 趙哥 你掃在那邊耶 你剛剛說前三名最沒用 沒事... 所以趙哥說前三名是小朋友 小咖啦 沒有思想的 應該是小咖才會前三名 對 然後... 又再三 會嚴力挺真的是後期之秀耶 雖然我們這裡面他是在... 妳有再高興嗎 妳跑進前三來了 我好驚訝喔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 我就是10的命啊 10的命 所以經紀人就是代表說 50個經紀人其實都... 投給妳正面票的有7個 投給妳負面票只有兩位 所以妳... 好高興喔 所以講話其實還是有好處的嘛 是 所以趙哥的邏輯是認為說 可能他可塑性比較多對不對 莉婷啊 他最少外型還漂漂亮亮的啊 然後雖然只是一個樣子 但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也是妝的啦 他其實實際上沒那麼兇啊 是 對啊... 趙哥真的... 很不好意思喔 就是沒有在第三 你可能是第二啊 對啊 第一 第一啦... 你剛剛小咖... 小咖... 小咖OK啊 小咖... 你看我現在眼睛... 我離不開7這個數字 小咖... 小咖...是很好相處 是你要的吧 對啊 他不要小咖 安君燦說他眼睛離不開7的意思 是說他不可能是9跟10嗎 他不要 他不要喔 我不想要 妳要給別人喔 殷琦 其實安君燦覺得他自己是好好的耶 殷琦可以接受9跟10吧 可以啊 所以不會是2跟1 應該不會 因為我沒有跟其他藝人相處過 把其他藝人相處過 所以... 妳跟其他的藝人也很少相處吧 對 OK 對啊 顏麗婷的票我們看一下是誰給的 顏麗婷 顏麗婷 顏麗婷小姐 然後因為她本身就是充滿了大姐大的 規考 然後不管是就是搶案子 或者是跟客戶吹款 我覺得由她出馬一定沒有問題 就是不用麻煩到我這邊 顏麗婷 因為我可以跟她聊媽媽經 再加上聽說她的脾氣非常的直爽 本人脾氣也非常的直爽 所以我覺得一定很有看頭 剛剛那個說吹款 我覺得那個經紀人本身不靠譜吧 因為吹款不是經紀人要做的事嗎 這是佩甄的經紀人 所以她這個正面也沒有很好 吹款這件事情很麻煩嗎 對 我當作是一個討債集團的手 不過有的人他是老闆付錢 可能是看人付錢的 他有的時候覺得你可以拖 他就拖你一下 對 像我們所有人他一看就是 不能拖趕快給 所以聖大哥 沒有人拖你的款喔 好像還沒有 不敢吧 誰敢 因為款項不多嘛 也不是這麼多 那到底你還沒準確請出身體 你現在沒有經紀人 如果對方談的條件跟你 後來拿到了不符合 你好方便去 還沒發生過這個事 還沒有 有沒有工作量不合 就到現場會叫你做 比原來要求得多 我認為我適合就可以 沒問題 所以你就是就算發現吃點虧 你也就接受了 對 好 所以呢 顏令婷剛才得到的評價就是 直爽未必是一件壞事 對啊... 起碼我不會心機很深喔 好像做藝人都喜歡 經紀人直爽一點吧 就是好好告訴你們 什麼事可以 就是怕你悲傷或者不開心啊 就隱瞞 然後你還去做了一些 其實可能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聖大哥 應該是二或一吧 一定的 OK 我們看一下50位經紀人 你們所選的第二名 最想合作的藝人 請看第二名 YES 獎二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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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預料的是真的耶 就是票數很高 因為我覺得我是應該... 我當時想說 我可能第一或第二啦 可是在笑話來講 你就是一個小咖啊 因為我是最容易相處的小... 小咖也有很... 五十個經紀人當中 願意跟蔣偉雯合作的正面票數有八票 很多 來 我們看誰投給你 是加口 江偉雯 是加口 江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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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口哥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好男人的形象 所以應該很好帶 加口 因為加口感覺非常有顧家 然後又很有品味 那身為品味男子的我 我覺得應該... 我帶加口的話 應該會非常match 誰的經紀人啊 單捷的經紀人 為什麼他講帶... 他們兩個一樣怪怪 不可以湊在一起 不是 為什麼他講說帶加口 感覺好像帶一隻狗的感覺 這種狗很顧家的感覺 小狗 你真的都不跟經紀人吵架的嗎 我很討厭跟... 我非常不喜歡跟人家起衝突 所以... 所以我幾乎是不跟經紀人 有任何的衝突 可是如果那個通告 本來沒有說要叫你換女裝 然後就叫一隻狗 逼你換女裝 你敢說不要嗎 對 我... 那種情況我就變成 我會自己很為難 我會自知無無不知道怎麼辦 這要是我就自殺了 憲大哥 憲哥都換過女裝了吧 女裝沒有... 女裝沒有 如果邀請... 各種裝幾乎都有 就是沒女裝 所以邀請換女裝OK嗎 理論上是OK 但是我不會去做 所以你會說好像可以 可是你時間不行啊 什麼就推掉 你就說我... 我說我不適合 OK 所以還是不行啊 不行 扮鬼呢 扮鬼... 我樣子像鬼嗎 不行... 說錯話 顏麗婷 你有曾經合作過的 是罵妳然後被公司開除的嗎 有一任 是什麼狀況 就是她的態度 一直讓我覺得她比較像藝人 然後我還比較像她的助理 因為有一次跟她錄影啊 因為就是可能經紀人 要幫我們顧包包什麼的 就在這錄影期間 然後我就眼睜睜看她把我包包 隨手丟在一個 就是任何人都拿得到的地方 然後她就去幫她之前帶的藝人被包包 就我們同一集 她不幫我顧東西 她卻幫另外一個演員 那那位她之前合作的藝人 是你們同一家公司嗎 不同 不是喔 然後是比較資深的嗎 也沒有耶 也沒有比較資深 所以妳有明確的告訴她說 她的行為妳不接受嗎 或說我的包包呢 她說在那邊啊 那邊可以啦 那邊不會怎樣 然後但是她身上背著的是 那一個女藝人的包包 然後我就說 那妳可以拿Round Down給我看一下 就她就隨手拿一張紙給我 然後仔細看 這是上一場的 就她根本沒有要把我當一回事 然後時不時就跟我說 她女朋友是伊林的 然後她女朋友是什麼什麼 然後她以前是Live Band的 什麼主唱然後什麼 妳覺得我應該要出道嗎 就一直問我這種問題 我真的後來 我就是一直壓抑我 沒有揍她 我真的是... 因為她真的很過分 然後後來我就跟老闆說 我覺得我這樣工作 我壓力很大 然後如果你硬是要她來幫我忙 那你以為我不要工作 對 所以演藝公司裡面很多同事 是自己想要出道的是不是 有啊 我以前有帶過助理 我前面三個帶的助理 都是想當明星 所以來做我的助理 不過如果助理的話 其實公司付他們的固定薪水不高 情況下 他們又不能夠抽 各位的收入的佣金 對他們來說 這就是一個沒有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吧 所以基本上助理做的 就是如果她沒有搞頭的話 一開都沒有搞頭 她就會走了 對 就如果不能踩著大家 進入演藝界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意思對不對 對 我有遇過助理直接跟我說 我看你賺的錢很多 可是為什麼我領得這麼少 我說你要我加薪可以 但是你要把事情做好 那我們下個月我們就有挑戰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她好像事情還是會常常出錯 如果勉勵她說 妳幫我帶進多少收入 就分妳多少呢 助理好像不會 因為通常是經紀人接工作 助理就協助 她現在不在最後 她說明心情很好 我的心情超好的 OK 但是 殷琦不要沮喪啊 安春趙殷琦跟我們要第七耶 可是她有可能是第一吧 是不是就看了 第一 怎麼可能第一 這我不敢忘記 那就給你七囉 不希望 好 機會也不錯呀 機會啊 也是這樣 如果七的話 你會露出笑容嗎 稍微 只要不要第十名 要真正的笑容不是假笑喔 那眼圈可以稍微淡一點點 你覺得收得回去 你竟然好像淡了一點點 50位經紀人選的 最願意合作的前面名次 就表示說他們最願意合作 後面表示最不願意合作 七已經偏厚了 可是安君燦想要這個名次 對 來 看看七吧 希望安君燦能夠開心 請看第七名 恭喜 眼圈不見啦 正坐起來 可以看一下 可是七的已經是負分了是不是 是啊 沒有 還好啦 給你正面的是三票 給你負面的是六票 就是負面有六票 好啦好啦 沒關係 願意看票嗎 我願意… 因為我現在很開心 安君燦的票 因為我覺得她可以 跟我好好地聊一些姐妹的淘心話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經紀人對於安君燦 投版對票獲得第七名呢 安君燦先生吧 因為總覺得她的美髮有一點多 感覺又有一點瞄沒 安君燦 因為我覺得 她出門上通告之前應該化妝 花兩個小時吧 我真的沒有空等她 我覺得你們根本就 你們是根本故意叫經紀人講這種話 你們心情是不是又這樣到谷底 就沒有中文好嗎 我希望她們就是在講話之前 可以先考慮一下 好… 因為她不認識我的話 她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應該就是李永賢跟她們聊天的時候 我哪有 一定會很少 沒有 我覺得下次要請 有可能… 下次要請金燦也一起來上學 誰是最能夠的藝人 三位藝人來珍寶座囉 趙哥呢 一心就是想要久或許 然後殷奇可能自己也準備好久 可是問題是 殷奇不可能排第一啊 沒有…可是剩三個沒開盤的話 她是最有希望第一名 她年輕又漂亮 她的價值比我們兩個多得多 其實她的…那個表現 可能 她還年輕其實經紀人 是有希望在磨她 在把她磨另外一個形狀 我們兩個老弟弟 你磨不出來藝人 你磨不出來藝人 你磨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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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五十位經紀人的投票 排行榜已經來到最後的階段 到底誰會獲得第一名的殊榮 趕快看下去吧 媽媽 你有醉倒在路邊 然後被人家送走過嗎 爸 今天也要聊這個話題嗎 爸 因為經紀人可能很怕 處理這種事情嗎 因為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就是盛大哥有醉倒在路邊 真的嗎 有記錄 有記錄 是你的夫人講的耶 是啊 有這個記錄啊 最早在路邊 那是年輕的時候嗎 也滿年老了 最近還發生嗎 大概一年前吧 好猛喔 有過 有過 一年前還有什麼菊 可以喝成這樣 大家都喜歡喝酒 那就叫做酒菊啊 那怎麼會喝到最早在路邊 沒有人管你 因為喝酒的時候就 自己越喝越過癮 就忘掉一切 然後沒有帶手機 所以沒辦法喝酒 也不能叫季先生 然後我覺得台灣的路人 都認得盛大哥啊 然後旁邊沒有人扶你嗎 就是因為路人認得我 所以扶我啊 所以回...這樣回家去 會被太太罵嗎 有沒有被罵我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喝醉 所以你自己... 你自己心情是好的 就喝到... 心情很好 喝到高興 但是第二天會很後悔 覺得... 此種行為不應該 怎麼樣 餐君菜已經安全了嗎 安全 所以趙哥呢 一心就是想要9或10 對啦 然後殷琦可能自己也準備好9或10 對不對 OK 那聖大哥就應該第一了嘛 對不對 我剛剛是第二 現在乾脆第九算了 你不願意第一嗎 對... 因為這上次這麼講 9是鄭竹如 然後10就是我 後面大排 聖大哥願意在後面 那第一就讓給比較年輕的人嘛 對不對 照邏輯應該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殷琦不可能排第一啊 沒有...可是剩三個人沒開盤的話 他是最有希望第一名的 他年輕又漂亮 他的價值比我們兩個多得多 可是他的...那個表現可能... 他還年輕 其實經紀人是有希望在磨他 在把他磨另外一個形 你磨過自己老鼻子 你幹嘛去說 沒有...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在圈子久了嘛 對不對 可是以現在受歡迎的程度 聖大哥很容易是第一名 當然 對 他們兩位男士現在很有風度 要把第一名讓給殷琦就是 希望如他們的金口了 50位經紀人 最近合作的藝人 如果第一名就是冠軍的意思囉 我們看一下第一名是哪一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的部分 請看 好 超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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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啊 超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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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便宜 好便宜喔 我...我這個大概難道 超級好 超級好 不是...這個... 超級好 他把他鋪路鋪到最後 鋪到自己身上 趙哥一直希望自己很有權威 結果竟然... 我跟你講他已經隨便到我們 現在拿出一件玩禮服 我家他穿他都願意 對啊 這好事 你怎麼可能 他什麼事都願意這麼多 都願意... 我跟你講 他真的很好帶通告 因為我有的時候 從公司經過的時候 我就看他說 我在等通告 等一下我們要去上通告什麼 我說你這麼早就來了喔 沒有...不是 我在這盤內抽我一樣的原因 經紀人認為他真是面惡心善 是 太好事了 因為趙哥如果剛才說 講說蔣偉文以前那個偶像團體 是沒有紅起來的團體的話 那景行廳有紅啊 真的耶 我其實覺得家獨他們 三面吐司不錯你知道嗎 他的唱片我有買 景行廳真的怎麼可能 你有買你去... 蔣偉文 三面吐司跟景行廳哪一個紅 應該三面吐司吧 我覺得 因為三面吐司 至少還是偶像團體 景行廳是什麼 我們是中年偶像 沒有 趙哥勇奪冠軍 就是揭露了一個 他自己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最小咖 最美最小 其實...對啊 怎麼會第一 我也不懂 為什麼會這樣 最為名啦 很大咖 50位經紀人當中 投給趙俊平先生的 一共有十... 正面票有十票 對啊 正面票有十票 我們看一下妳的票好嗎 趙哥啦 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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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次呢 遇到他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觸心常談 然後搞不好 因為他們很多心事都跟我講 我就表現很了解的 趙哥 因為他是我心目中的真男人 陪他莫屬 對 這兩個...這兩個經紀人事 我罰妳吧 沒有 十個正面的票 負面的票 只有一票而已 可以看啦 沒關係 有嗎 不敢 很想看誰 怕他們有危險 是黃嘉欣的經紀人 OK... OK嗎 可以啊 可以看了 沒有要看 聖大哥 你看看 這年頭沒有電話 是讓人家多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最後一名 我也不在 就是因為你沒有電話 難聯絡 聖大哥講真的 你沒有料到你不在第一名吧 我有料到 有料到 不在第一名 因為剛剛都沒有第一名 現在更不可能第一名 對吧 所以他根本不鳥經紀人 也對喔 所以他不需要啊 沒有經紀人 你的演藝生涯當中 從來都沒有過經紀人嗎 從來都沒有過 沒有 他從報新聞開始 然後做上主播台 然後做新聞部的經理 然後就做節目部的經理 你知道節目部經理有多大嗎 對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都要跪著給他 嚇到嚇死了 以前的節目部經理 他我是不知道 以前坐在節目部經理的話 那就是財源滾滾而來啊 每一個節目要上 都要上紅包的呀 沒有 到他應該... 對... 好像他也拿不上紅包 我的意思說 到你這個年代可能就沒有 因為你比較晚上來的 是 經紀人絕對拿不到紅包的 經紀人拿不到紅包 對 請問新聞主播們現在都沒有經紀人吧 都是簽給電視台 OK 規定電視台管 對 規定電視台管 所以真的對聖大哥不太好意思 他在後面兩個中間的一個 沒有...我很好意思 可是殷琦... 最後也沒關係 因為我就想說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我可以改進啊 不是 殷琦是在... 只剩下這兩個位置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訪問了50位經紀人 他們最近合作藝人 跟最不想合作藝人 現在呢 最後兩名 也就他們最不想合作那兩位 要真的話 只能夠真 稍微好一點的第九名 好 第九名是誰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九名是...請看 有 對不起 沒關係 有 沒關係 可以關手 第一名是誰關手 對不起... 這誰關手 好...好不堪 我要表示 以後我繼續不用手機 聖竹如大哥得到的正面票是2票 負面票有9票 殷琦得到的正面票是1票 負面票有10票 為什麼... 你敢看嗎 好 我們先看聖大哥 再看聖竹如大哥 好 聖竹如大哥 真的是聖大哥 聖竹如 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太相反了 他都早睡早起 我都晚睡晚起的 所以我怕他一早跟我敲通告 我應該會頭個腦漲 聖竹如大哥 對 因為他的年紀有點大 他都不知道能待他待多久 聖竹如大哥 因為廣播不是我的專業 而且我的心是給李繼准大哥的 太敢講了吧 剛剛有一位是在詛咒聖大哥嗎 他說我早睡早起 我是標準晚睡晚起 他搞相反了 你中紀不然變得很足耶 我不能做經紀人 他一定做得很差 你是晚睡晚起 絕對晚起 所以小朋友誤以為 就是年長的人 比較喜歡早睡早起 沒有 沒有 我晚睡晚起 你都幾點睡 晚上兩三點以後 真的嗎 你熬夜 你除了不用手機之外 請問你上網嗎 也不上網 生活越簡單越好 你不收電子郵件 我都讓我女兒替我做 然後休閒就是喝酒跟打牌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剛剛對他聊這兩件事不是嗎 剛剛還有一個單啊 是說他比較喜歡李繼准嗎 這算什麼回答 是 李繼准跟你同期嗎 他可能資格比我還老 因為他主要是廣播了 是 不好意思 你被50位票選 比剛才名字還要糟糕一點 看一下 OK 看殷琦的票 殷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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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覺得他好像 就在狀況外 殷琦 因為名字不好發音 一定會想要出錯 殷琦不定的報代 殷琦 因為跟他戴起來的話 我會感覺自己會變得很笨 殷琦 因為他有一點像外星人 可能無法跟他溝通 因為我不是寶寶 你有不好溝通嗎 我覺得因為他們沒有跟我合作過 我覺得如果... 我覺得是其他經紀人投我 我覺得還好 因為不是我們自己公司投我 因為我們自己公司 可能就有長期的合作 了解我個性的話 他們就不會對我這樣誤解 可是很多人會誤以為 妳是在狀況外 這件事你有覺得嗎 我覺得 因為他們沒有跟我合作過 所以他們會有這樣誤解 那如果跟我合作過 不會啊 我們跟你合作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妳常常在狀況外 我會改進 比方說妳去... 妳如果去廠商的服裝秀 不會穿錯或者是... 絕對不會 因為這是專業的問題 如果你穿錯的話 我覺得問題很大 我不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新聞見報在跟經紀人解釋 也是會發生的事情 對不起啦 我覺得這比較私生活的事情 應該就是... 不是說那麼公開話 所以我覺得應該我跟我家人知道就好了 所以今天評選的標準呢 其實各不相同 就是如果是可以抽到佣金的經紀人 可能對他們的工作量比較在乎 如果只是領固定薪水的助理 跟在身邊的話 可能覺得工作量少一點 可是人很好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跟各位在公司上班一樣 妳的同事也許很有競爭力 給公司帶來很好的成績 可是人很討厭的話 說不定大家寧願跟好相處的人 同事比較舒服一點 十個爺爺當中今天最丟臉的 應該是冠軍的... 趙真明 我們... 我們科系調查局 從來沒有一個來賓 一直強調自己要當最後一名 結果當到第一名 不是... 因為他這個 不是跟你們之前什麼轉台王啊 還是什麼 他這個照理來說 這個邏輯應該是最後一名會比他 恭喜趙哥今天當選的最小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來的 謝謝